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地方怎麼去計算 我們這個比如A4紙商在這個訂單裡面的銷售的數量 數量部分的話就是說我要用哪一個函數可以做到 剛剛有提過 我們在插入函數裡面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全部裡面有個sum 有聲音打一個sum sum if有沒有看到 sum if sum if的話按確定之後前面有講過 這個range部分的話就是說我的什麼呢 range是指的是要其實這個地方要判斷的範圍 這個也有寫我前面講過 其實這個說明有點錯誤 應該是要判斷 那要判斷範圍在F3的時候記得是什麼 品名的部分 品名名稱 然後他如果說是跟什麼呢 跟A4的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沒有名稱 所以點一下這裡 這個如果跟條件的話就是剛好是A4紙商的話 那就幫我加總這個是要加總的範圍 那加總哪個範圍呢 實際上就是按F3之後的話應該是數量 就幫我把數量加起來 因為如果品名裡面的名稱就是A4紙商那就加起來 最後的話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就加起來了 也就是A4紙商它的銷售量這麼多 那其他的部分怎麼就按把它往下填滿 全部就算完了 所以如果你會用那個Excel的話就非常的快樂 為什麼 你就不會像以前的人怎麼樣 圖把鏈鋼慢慢算 慢慢去算 用計算機慢慢加 你會發現這個事情如果說用計算機慢慢加 你可能會加很久的時間還沒有辦法做完 可是如果你懂得Sumif的話一下子就可以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像比如說我在統計各位的成績的時候也是一樣 各位這個班有70幾位同學 如果我每一個你們的成績如果我就慢慢算慢慢算 我可能光算各位的成績我都想哭了 可是如果說懂了函數的應用的話 其實很快就可以做完 OK 那接下來的話就有個圖表 那圖表的部分的話這邊有個插入裡面用什麼 在圓形圖裡面有個什麼 支母圖 有沒有 支母圖形 圓形圖這個選項 然後接下來要做哪些動作 我們注意來看 接下來題目裡面要求就是圓形圖這個地方 它要我們做這個Sumif這個部分做完 然後再來是圓形圖 圓形圖的話依據A3到B9 其實我們剛剛的那個範圍 然後有兩個區域 並這個C的部分是要套什麼 圖表樣式 那樣式部分的話是要26 所以這邊我們第一個可以做點下去 26的話這邊算過來 1 2 3 2 6 應該是這個 樣式26 就算一下來嘛 你可以算2 4 6 8 8個對不對 8 3 24 24 24 25 26對不對 應該很簡單嘛 OK 那再來的話我們再來做什麼 26之後的話 那再來是關閉圖例 那關閉圖例也非常簡單 關閉圖例在哪裡 圖例在這裡 對不對 那怎麼把它刪除呢 幾個方法 你可以從版面配置裡面的圖例 圖裡面改5 或者是怎麼樣呢 很簡單 選它按Divisor 就也是關閉了 兩種方式都可以 關閉圖例 再來的話 圖表區要做什麼 做這些格式設定 那這些有哪些格式設定呢 特別注意 我們逐一來看 第一個是什麼呢 填滿 填滿的方式要用物的漸層色彩 這邊的話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逐一來做 首先第一個 那怎麼做在這個地方 先點它一下 按右鍵圖表區格式 先點一下圖表區再按右鍵 填滿的部分的話 它要做什麼 漸層 漸層裡面的話 它要做一個什麼 什麼樣的填充呢 這邊要用物 所以其實各位在預設的地方 有一個物 有沒有 在特別之外 這個地方先點右鍵 然後圖表區格式 那填滿部分的話 就是用什麼 漸層填滿 那這邊有預設的 選到哪一個呢 這一個物的部分 就填滿的部分 就會填出來了 就會有物的效果 點下去 馬上有物的效果 OK 那再來的話 框線部分 框線部分的話 它要做哪些效果呢 主意來看 框線部分的話 要圓角 無陰影 那框線的色彩 框線的這個部分 要做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主意來看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圓角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石線 石線的話 顏色先選 我們要紫色的這一個 實際上就是這一個 它指的是這一個 點一下 然後就有顏色 石線 再來的話 框線樣式 要3PT 所以3PT 從這邊去做設定 再來的話 圓角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找到的是 這邊有個圓角 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 特別注意 框線的色彩在這邊設定 框線的樣式在這邊設定 這邊3PT 這邊圓角要打勾 這樣的話 我們框線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 我們在圖表上方建立一個 叫 總銷售量 總銷售數量 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 應該就完成 不過這邊還 剛剛漏掉 是不是有 依據 樣式 OK 好像還有一個樣式 等一下我們再來 這個 先把圖表的標題先完成 總銷售數量 這邊按關閉 上面的話 增加一個總銷售數量 已經有了 所以這邊 如果已經有標題的話 就不需要再把它打上去 總銷售數量 最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完成的圖表 完成圖表 還有哪一些 其實這個上面 是有那個圖表的標籤的 圖表標籤 這邊有講到 最後一個 顯示圖表標籤 那標籤的部分的話 要什麼 要類別標籤跟百分比 然後呢 要在終點內側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要在 這個圖表裡面 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特別注意 請問一下 版面配置裡面的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的部分的話 要在 這個 終點內側 終點內側 這個地方 終點內側 然後呢 按右鍵一下 在圖表區的格式裡面 再點一下 裡面的話 有一個是 應該是在 這個裡面 按右鍵 這個叫 就是 先讓這個 資料標籤 顯示在 終點內側之後 然後呢 在標籤上 按右鍵 去顯示出資料標籤的格式 那格式 因為它不要 我們只顯示這個數字 而是要顯示什麼呢 類別名稱 跟百分比 所以這個地方 把原來這兩個打勾 取消掉 只有打勾 題目要求的嘛 就是類別名稱跟百分比 這兩個要打勾 然後呢 再檢查一下 是不是在終點內側 就有的話 那就是這三題 全部都有做到 做到的話呢 最後再把它關閉起來 這一題就完成了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就類似像這樣的 然後要放在哪個位置 他好像也有講到 要剛好放在 這一個 哪個位置呢 放在 A12 到 G25 所以請你把它移到 A12 投在A12 再來 G25在哪裡 G25在這裡 所以把它放大一點點 就要在這個範圍裡面就對了 做出來一定要在 A12 到G25的範圍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這一題 圖表的部分 所以剛剛講的 第一個 Summif部分 去根據它去計算 它總共銷售的數量 再利用這個圖表呢 做出這個 這一個總銷售數量的部分 那這個圖表部分 第一個特別注意 我剛剛是用插入圖表 裡面哪一個呢 這一個 對不對 然後再來去更改裡面的 按右鍵 裡面的這個圖表區的格式 相關的部分 1 2 3 這個我想各位再把這部分先完成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資料標籤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把這一題把它完成 讓我再次用來 我們來一下 我們來一下 再次 再次 一會兒